太煎熬了 又过去了一天 大家看啊 今天那可真是波澜壮阔呀 为啥呀 盘宗的时候两次见着过这样的第一 而且盘宗多次有资金在介入 更主要的是牛市的棋手券商 大家来看 你看券商几次几次几次这样的上涨 这外充式的上涨 跟大盘走的是一模一样 那大盘已经完全被券商给带跑了 那明天大盘能不能继续上涨呢 那位朋友就问了 说帮主你说说明天大盘能不能上涨啊 那不用看呢 我们看券商这样的是不是就明白了 券商这不就是触底反弹吗 来看是不是啊 触底反弹冲高回落不破十字线上涨 而且今天尾盘几乎又要收到十字线上方 如果再次上冲呢 是不是这一块标准的触底反弹呢 看券商这个位置就是这样看 如果看大盘本身呢 大家瞧 你看券商上冲 券商上冲 每次券商上冲 大盘跟他走的如出一辙 好像大盘被券商绑架了一样 是不是这个道理 如果从K线图上你来看呢 这不也是触底反弹吗 更主要的是今天仍然在五日线上方很坚挺 同时大家看连二十线边都没摸着 那是什么意思啊 那不就证明这一波已经不是反弹的问题了 这一波而是反转 大家又在想 说昨天这一根阴线 虽然阴线的力度并不大 但是昨天的阴线非常蹊跷 就是你别看指数是收阴了 但是个股却涨的多 你看个股是2600多家上涨 下跌的是2200多家 明显是涨的多跌的少 而今天又不一样了 今天是啥呀 大家来看啊 今天是跌的多涨的少啊 上涨的只有1800家 下跌的超过3000家 那那位就问了 那都是什么东西 怎么能是下跌就是有3000家 上涨的只有1800家呢 那不就证明这个位置是权重护盘吗 是权重指标股在拉抬 大家看是不是白颜色线 在上直至尾盘收盘 小盘股也跟着大盘股 来了一波同向共振上涨 但是没有收红 也就是下跌的个股还是很多 那么即便是这样下跌 我们仔细盘算一下这里 大家看就是跌幅超过5%的 才110多家 那位说哦这么点吗 那还可以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只要没有大跌的个股 那么就好办 别看有3000家下跌 但是下跌超过百分之 咱们说下跌超过百分之三的 也就300多家 那是不是就可以了 3000家下跌 超过百分之三的下跌 才300多家 那么很想象就可以了吗 只是这个位置呢 我们现在心里头 有一点打鼓啊 因为这种 你比方以指数来上 这不指数上涨了吗 指数上涨 个股不涨 像这样的上涨呢 我们心里头比较没底 就怕明天这个位置 在起什么幺蛾子 那么明天这个位置 到底能不能起幺蛾子呢 我们得从小盘股上来分析分析 今天为什么小盘股跌的这么多 不得不说一个东西 就是科技 那么谈到科技股 领头羊是什么呢 就那几样嘛 要么是硬件 硬件部分呢 就是半导体啊 远机件 是不是这意思啊 还有光刻机这些东西 另外剩下呢 就是什么互联网软件 这一类 可是今天咱们科技板块啊 走的可都不咋地 那么我说的意思就是 这个位置 明天要看这些小盘股 能不能支扔起来 如果明天小盘股 想支扔起来 得看什么呢 看隔夜的外盘 如果隔夜的外盘 不再继续打压 我们咱们啊 叫什么光刻机啊 这些东西 不再继续打压 另外 他们那儿 就是大洋彼岸 如果收盘的时候 尤其是纳达克指数 他那个里面的一些科技板块 像互联网啊 还有等等 这些跟科技有关系的 还有半导体啊 等等这些东西 如果他们呢 要是不出现跳水 那么明天这个位置 小盘股再一上涨 是不是又可以 直接重拾声势了 那我们不就高兴了吗 如果再来个快点上涨 是不是这个位置 很多一片 很多云彩都散了 好 我们除了看这些 还要看一样 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 中午的时候 是净流入十一个亿 下午的时候 现在尾盘收盘了 尾盘前有一点小跳水 没跳水的时候呢 净流入二十多个亿 但即便是尾盘呢 净流出一点点 只不过全天 现在净流入 也将近十七个亿啊 这就证明什么 这不就证明 北上资金 人家还是 非腾眷顾我们A股吗 也就是A股 这个位置 有信心 人家有信心拿 那么就证明 北上资金 是来抄了底 另外大家再来看这儿 全中指标股 大多数的东西 现在正在轮动 而且很多东西呢 今天不涨 明天涨 明天不涨 后天涨 目的就是 总有人来接力 接力互盘 你看 今天呢 宁王也好啊 这不已经出现过 有一波的快速上涨吗 就连咱们的股王 今天这已经翻红 而且 咱们股王带领的 你看这个 880564 白酒板块 大家看这不翻红了吗 那边说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了 这不翻红了吗 那为什么呢 那毛龙头 酒的老大一哥 那市值一万好几 那这么大个家伙 那能不把他给带动吗 更主要的说的是什么 更主要的说的是 这些消费的品种 你看 现在成功的又站到了 五十线上方 是不是我们在这 又可以存口气了 也就是沿着五十线上涨的东西 趋势没有改变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持股代仗 另外大盘呢 大家看一眼 大盘股帮一直在讲 如果不跌破二十线 二十线上 看什么 不看空吗 大家看这里 写着呢 你瞧 这里是不是写得很分明啊 这不就说的很正常吗 中长线 有投资价值 短线这个位置 二十线上 按反转行情来对待呀 二十线上 这现在大盘不就在二十线上吗 现在是按照反转行情来对待 那么大盘未来 是不是还会继续上涨 那么就要看明天这个位置 小盘股什么的 能不能开始出现真正的上涨 更主要的呢 北上资金在这个位置 可不能拖后腿呀 如果北上资金拖后腿 那就不好办了 那位就问了 如果要是北上资金拖后腿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还有一个法宝 是什么 大家看这个 一二三四五连羊 这不就是中字头吗 那么今天的中字头 大家来看 挖了个坑向上干 证明什么 是不是中字头五连羊 二十线上不怂 那就证明 现在有很 有好多东西 尤其是大盘全政府 包括中字头 仍然是在互盘阶段 或者是说 这些东西 也已经跌得够多了 那么在它跌得够多的时候 是不是这个位置 人家已经见底了 看 如果这一波上涨 那得多么波澜壮阔呀 因此在这个位置 还是回到大盘 我们说大盘有底气啊 大盘长期下跌 现在通过了 昨天和今天的这么一个调整 昨天下跌 今天日内调涨 这个位置 是不是调整结束了 如果真的调整结束 从事升至的话 沿着五日向快速上涨 是不是我们股民的好日子就来了 好 在这总结一下 明天大盘的位置 我们需要看几样 北上资金 我们得看 那么包括这个北交所的东西 我们还得看 更主要的呢 像中字头 尤其是大盘全中股 我们汉要看 另外 我们还要看这些个小盘股 尤其是跟科技有关系的 能不能一起 普天同庆 向上涨 这样 才是真正的一个良性的牛市 轮动上涨也可以 那么小盘股 明天也该动了 这不都是跌的不少了吗 好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明天早接 我还有早播报 大盘现在又往上干的时候 我们千万要把这些东西都梳理好啊 早播报的主要内容是 把今天尾盘三点半到明天上午九点 就是六点多钟之前吧 这些大的消息梳理好 跟你一起来分享 你加了我的关注 第一时间就能看到 同时还会把隔夜外盘的走势 包括我们中外股的表现 因为这些东西都会影响明天我们大盘的开盘 我会把它们都放到早播报 一起跟大家分享 好 我是股邦 喜欢的加关注 我们明天早播 见